这架飞机准备起飞 一个老太太却惊恐万分 嘴里不停念叨着 不能飞 不能飞 忽然大家都得死 然而乘客根本不信 难道你还是个预言家 能预知未来吗 都把老太太当成笑话看 很快飞机正式起飞 大伙有说有笑 聊未来 聊梦想 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察觉 角落的背包里头 有个东西正在窜动 晚上空姐去准备晚餐 却发现餐盒被人咬了个洞 她感到有些奇怪 怎么有人喜欢带皮偷吃呢 就在她思考时 旁边的推车突然乱撞 下一秒好像被人推了一把 推车直接往空姐撞去 好在空姐身手敏捷 没有大碍 她更加感到疑惑 是有人在玩恶作剧吗 空姐来到长廊 座位那边传来怪声 她惊心胆战地走了过去 空姐把女孩抱回座位 另一边却传来尖叫 她连忙赶了过去 却看到一个乘客 倒在血泼之中 这一下真的出事了 根据死者的伤口判断 似乎是被动物抓死的 而且她的爪子 极有可能带有剧毒 很快消息传遍机舱 乘客们惊恐万分 明明没有人带宠物上机 怎么可能会有动物呢 为了抓住这只杀人怪物 空姐在飞机上四处寻找 然而还没找到 受害者变得越来越多 飞机师头等舱旅客 怪物一直都躲在暗处 伺机而动 又有个乘客胆大包天 冲到二楼 试图找出怪物 她手拿碎玻璃瓶 战术蹲姿 打开一个个柜子 等她打开最后一个时 她的妹妹听到惨叫 也跟着冲了上去 然而还是葫芦娃救爷爷 一个一个送 等其他人赶到时 妹妹就已经不省人事 昏了过去 为了缓解剧毒扩散 他们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说拼命喝水就能缓解 就在这时 飞机来到台风地带 猛烈的颠簸 让每个人都难以平衡 刚稳定下来 怪物就再次突袭 直接干掉了预言老太太 大伙害怕怪物袭击 只好用箱子抵住门口 然而人心一乱 难免会有内斗 一个老外害怕没命 威胁机长 让飞机立马降落 其他人不服 你是没文化还是咋的 这台风天起 飞机是你说降落 就能降落的吗 老外这一听 你可以骂我傻 但不能说我没文化 一把掰下靠枕头 直接往骂他的人捅去 这铁棍到底是有多锋利 老外是有多强壮 才能把人捅死的 实在佩服 其他男同胞看不过眼 也冲了上去 跟老外扭打在一起 一路打到了帘子后面 等到老外出来 他的身上 却出现数条抓痕 就在下一秒 老外刚倒下 另一个姑娘也惨遭毒手 这下真的糟糕了 机长传来消息 右机翼被闪电击中 飞机很快就要出事 但里头还有只怪物 这可怎么办 大伙里外都是死 便决定找出怪物 他们一路摸索 终于找到怪物动静 空姐用无线电放出音乐 很快怪物就给吸引出来 那是一只黑猫 黑猫见到几人 奋力一跳 朝他们扑来 几人就像打棒球一样 那面火器用力一甩 打出了拳雷打 接着迅速推动推车 试图挤死黑猫 但黑猫的力气大的吓人 直接把男生反推了出去 此时黑猫开始进化 体型变得大只 长出了獠牙 利爪更加锋利 他已经变成了黑猫 黄一南气势汹汹 以为自己打得过黑猫 结果被黑猫缠上身 直接没命 杀完人后 黑猫紧接着来到了驾驶室门口 机长立马冲去挡门 但黑猫爪子实在锋利 直接把门捅出个洞 机长也因此身负重伤 为了彻底解决黑猫 机长想出计谋 要把黑猫丢出飞机 他先让空姐把陀螺放在舱门前 黑猫果然被吸引了过去 接着机长悄悄走到舱门 系好安全绳 背上降落伞 等到黑猫发现他时 直接打开舱门 机长死死抓住安全绳 回头一看 黑猫就在他的腿上 这一下完了 不能让黑猫爬回飞机 机长狠下心 松开了手 他从万米高空给甩飞出去 而黑猫则被卷进机翼引擎 终于杀死了这只怪物 然而没有机长的操控 飞机就要坠落 就在这时空姐站了出来 原来他和机长发展地下情多年 该怎么开飞机 早就记得滚瓜烂熟 一顿操作下来成功降落 所有人劫后余生 回到地面后 幸存者接受了救援 此时空姐接到无线电消息 机长居然活了下来 这一下他们又可以继续腻歪了 但这一切 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绝命航班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